918大地震刚满一个月左右 上周滑东又经历了豪大雨 花莲南区各地区的农路道路都还正在抢修当中 而其中复理六十十山道路原先就很容易摊坊了 历经的地震以及豪大雨前往金针山的农路更加不稳定 而复理乡代表徐秀之在乡镇直询时建议 乡公所能否先以抢修道路为优先 公告旅客们这段时期不要上山才能确保人身安全 918大地震刚满一个月左右 上周滑东也经历了豪大雨 花莲南区各地区的农路道路也都还正在抢修当中 其中复理六十十山道路原先就很容易摊坊 历经了地震以及豪大雨前往金针山的农路更加不稳定 复理乡代表徐秀之在乡镇直询时 建议乡公所能否先以抢修道路为优先 公告游客这段期间不要上山 确保人身安全 因为我觉得前几天的大雨 我想现在要上六十山 我觉得其实它的危险性是蛮高的 那我想这个可能需要游客自己要有智慧了 这个部分我想麻烦你跟我们六十十山山上的民宿业者 请他们跟他们沟通一下 我想这段时间尽量请游客不要上山 不然的话我们说实在话 而乡长你根本是没有办法负责他们的安全 陈荣聪也说道路封闭必须先游县府评估才能公告 不过目前也有跟山上居民民宿业者等沟通 先以抢修为优先 为民众安全先暂时不收游客 另外其他杜基摩和桂乡两位代表 也陆续针对这次地震的灾后重建进度进行质询 希望公所能够更加尽心尽力 来为这一次四百多户的震灾户来努力争取权益 让民众恢复到正常生活 记者高雄双福利乡采访报道